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学堂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PPT中去制作一个公司组织架构图 我们现在看到的界面是已经做好的一个公司组织架构图 那么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去怎样做这样一个架构图呢 下面跟随老师来操作一遍 点击插入SmartArt 在中间选择一个层次结构 那么在这里已经就它已经做好了几个模板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工作需求去选择一个适合的 那我们今天先选择这一个单击确定 好,我们最上层是股东会 这里是监视 然后这边是执行董事 好,那么在监视里面呢 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图下面是不是已经没有对应的分支 我们就把这里进行一个删除 好,然后在执行董事这边 然后在下面做一个增加 然后它下面还有很多部门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小三角这里点一下 然后在这里按下Enter键 它就增加的是同级的 但是我们不是同级的是下级对不对 单击鼠标右键给它降级 好,它就到总经理的下面 我们看一下 仓广部 然后再增加一个 在这里来按下Enter键 再增加一个是什么 财购部 然后再输入一个 销售部 黄金半 行政部 还有一个财务部 好,那我们这样一个组织价格图是不是实现了 后面这个是没有的 那把它删除就可以了 在这里选中它 按下这个退一格键 然后就没有了配格键 然后就变成我们刚刚的这样一个组织价格图了是不是 那么我们有同学就会问的 哎,这两个颜色不一样 那么要怎样去设置对应的颜色呢 好,跟随老师来看一下 选择要改变颜色的框 按住Counter键啊 好的,然后在这里 单击鼠标右键 设置形状格式 在这个填充色这里 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们这里选择 这么一个颜色 就是这样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去改变这样一个颜色 好,以上就是关于 公司组织价格图制作的一个讲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